阴风阵阵的雨夜,女人冒雨前来给老公送伞,可就在这时,稻田里突然传来一阵口哨声,女人有些怕了,她战战兢兢地寻声看去,只见四面的原野,不停发出奇怪的风声,好像是在催促她快跑。 想到这里,女子突然发疯似的加快脚步,可终究还是太迟了,下一秒一个黑影突然从旁边爬出,快速地将她拉紧了阴森的稻田。 一夜过后,在田野岭一遍蹲守了很久的警方,找到了女人的尸体。 根据徐探员的检验,凶手的作案手法与之前如出一辙,并且当夜的大雨,很好地掩盖了凶手的踪迹。 经过几人的一番研究,他们将调查的重点,放在了李安发地不远处的工厂上。 事不宜迟,当天晚上,徐探员便和老朴几人来到工厂外围蹲守,果然功夫不负有行人,没多久,他们就在工厂墙外的野地里,发现了一个猥琐男。 他一边从裤子里掏出一套女性内衣,一边开始放飞自我,守候在旁的三人早已按捺不住。 他们一直认为,眼前的这个维索男,就是残害多名女子的变态杀人狂。 于是几人赶忙冲上前去,将维索男抓了个人脏兵货。 警局离维索男面对几人的询问,却是极力地狡辩道,自己只是为了寻找刺激。 老朴和搭档看维索男如此放肆,当然不相信他的鬼话。 于是两人还是一贯地使出了传统技能,想要让维索男去打成招。 但此时重进屋的徐探员,在查看了维索男的双手后,便言之确凿地断定。 维索男并不是残害少女的真凶。 原来不久前,徐探员在村中走访调查时,无意间从一名女孩的口中得知, 她的闺蜜很是一场,原本性格开朗的她。 自从去年开始,忽然变得沉默和神经质,最后竟然从村中搬到了荒芜人烟的山上。 敏锐的徐探员听到此话立刻来了兴致。 心思稀密地她意识到,女孩所说的那名女子,应该是一个有调查价值的人。 于是徐探员赶紧跑到后山,找到了女子的住处。 但面对拿出证件的徐探员,女子却惊恐一场,直接躲进了屋里拘不见她。 徐探员见自情形,便安排一名女警对她进行安抚。 在女警的抚慰下,情绪渐缓的女子,这才慢慢道出了她曾经的过往。 原来去年9月,她也曾被同一个凶手侵犯过,只因她没有抬头去看凶手的脸,这才索性没被杀害。 她描述的凶手的作案手段,和村里惨死的少女减杀案几乎完全相同。 根据女子进一步回忆,她道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。 得到线索的徐探员如获之宝,她看到猥琐男的手掌,非常粗笨又黑还有不少老箭。 徐探员断定,猥琐男并不符合女子所说的凶手特征,她使我的叫老朴赶紧把猥琐男放掉。 可老朴却不这么认为,为此两人还不惜大打出手。 然而就在这时,录音机里再次响起了,每当凶手作案时电台都会不放的同一首音乐,而此时的窗外正好下着飘泼大雨。 这样的情境不禁令人心头一紧,冥冥中众人意识到,今晚凶手定会再次作案。 果然到了第二天,又有一具女尸被路过的邮递员发现,然而让人费解的是,这次除了杀人守法医之外,凶手还残忍地在死者的下体,塞进了旧块套子。 根据法医的鉴定,女子的死亡时间,恰好是老朴和徐探元打架的时候,面对惨无人道的凶手。 老朴幡然醒悟,他羞愧于自己的言行逼供,终究只是在骗人骗解。 徐探元也对自己意志引以为要的办案能力,产生了深深的怀疑,两人就这样失魂落魄地低着头,将自己埋进了深深的自责中。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这天电台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,原来电台方声称,几次在雨夜里点割的是同一个人。 而且点割者是一名青年男性,符合警方所认为的性别年龄特征。 听到消息后,几人赶紧寻着地址找了过去,徐探元看到男人的第一眼时,他的心里莫名生起一股预感。 他认为眼前的这个男人,就是残害少女的杀人魔。 首先男人是一名退伍大兵,有着良好的体力和专业的训练,而且他的手光滑细腻,与幸存者对凶手的描述高度相似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,经过电台的确认,男人每个雨夜都会在电台点同一首歌,而当夜必定有女性惨遭毒手。 徐探元默默地看着这个人,断言他就是杀人的真凶,但仅管如此,这也只是徐探元的猜测而已,没有证据就无法给其定罪。 然而就在两人重新复盘案件的事发经过时,徐探元突然想起了,最开始审讯的傻子本就脑子不清楚,但却对案发现场的细节描述得非常细致。 两人这才意识到,傻子所说的一切并不是他做的,而是他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。